我来到了山东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山村 首先 认入我眼帘的是星星落落的村户 我听到的是一片鸟语花香 这就来了 你瞧连这个家乡的鸟都这么友好 认识我 你好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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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呀 过来呀 过来过来过来 不是你这说什么呢 无趣 还带蹦字的是不是 家乡挺好的 不是 我这些小鸟真漂亮 胖乎乎肉肚肚的 你看看 你说我长得比顾斌帅一点 是吧 那你跟我回家 回到北京去 怎么老不去呀 这是 你让我不去不去 这是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呀 你是让我给你介绍一个对象 你想这鸟现在也有感情危机啊 行 我跟你说 我有一个好朋友 著名主持人张磊 他家里养着一个鸟 跟你挺合适的 也那么胖嘟嘟的 不行啊 就像我这样的 我还不愿意呢 我这 这鸟太不礼貌了 这个啊 跟小鸟 我们有一边对话以后 我就发现了 这时候村民们生起了鸟鸟的催烟 各家各户都开始忙自己的农活了 首先他们家 把这小鸟子从圈里都赶出来了 羊也不愿了 你想 牛也上山了 这家旗们家畜们都出去了 就剩下大城一个人了 每天练早工 还得练习他那个独门的乐器 耳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二胡拉的是不错 但是你说我好好来一趟 你不能让我听见二胡啊 到现在我这还没吃饭呢 你想吃啥饭 我跟你说啊 我从小我就喜欢吃咱们农村这土鸡蛋 土鸡蛋啊 我们家多的是都有一套生产线 是不是啊 来那首先把生产线给我们请出来 大姐大姐 这麻烦您了啊 你看我从小就耗这口 您辛苦辛苦 您现在给我制作一个土鸡蛋 咱们给它加点油好不好 来啊 走 好 好 周老师 我们家的鸡在到睡午觉的时候来 它鼻板都早就下蛋 不是你给想点办法 我好好来一趟你怎么也让 真要吃 加个班呗 有什么办法解决一下呗 加个班 对 我家的鸡啊跟我一样 喜欢听音乐 哦 一有音乐 它就带劲 就能下蛋 跟你一样 一有音乐一刺激 就能加班生产这土鸡蛋 那太好了 今天我们这方便啊 我们音响老师 音响老师 我们找一段音乐啊 刺激一下我们这老母鸡 来 三 二 一 走着 走着 二 二 二 走着 ied 这还真吓死我来了